大家好,今天和朋友们分享一道家常豆腐根 准备牛肉二两,放到锅中煮熟 加入葱姜,烧开了之后关小火,煮上十分钟就可以了 煮好的牛肉捞出切成片 改成条,最后切成牛肉腻 准备两个香菇也是一样的,给它切成片,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腻 豆腐选这种不老不嫩的豆腐 也给它切成豆腐腻 再来切一点胡萝卜腻,用来点缀 胡萝卜用不了多少,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香菜切成馍 准备一个鸡蛋,将蛋清和蛋白分离 做牛肉根一般是不用蛋黄的 但是家里面做就不那么讲究了 把蛋黄搅散 再把蛋白打出泡沫就可以了 锅中水烧开,先把豆腐,香菇,胡萝卜焯下水 食材下锅了之后,水再次烧开就可以了 捞出后放到冷水中浸泡备用,防止豆腐粘在一起 接着锅中再次烧水,下入超过水的食材 下入牛肉粒,接着调味放入鸡精,胡椒粉腌 然后来做一个生粉水 在碗中放入三至四勺生粉 再加入少许的清水稀释就可以了 汤烧开了之后,就调小火 下入生粉水,给汤汁勾芡 然后再开大火,把汤烧开 顺着一个方向一边搅一边下入蛋液 先是放了蛋黄,现在是蛋清 蛋清的泡沫注意不要放进去了 这样根里的蛋花就是一丝一丝的,好看又好喝 在盆底提前准备好香菜末 最后把根倒入盆中就可以了 像这种天气很热,很多人都不想做饭,也没有食欲 不过像这样,做上一道有肉有菜,营养均衡的汤根 再配上一点面食 我们家的晚饭就是这么吃的,特别的舒服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见,拜拜